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是全国最大的区域联合治理平台 去年九合一大选之后部分的县市首长异动 台中市政府为了扩大推动 今年除了和原本县市之外再增加了新竹市 总共有八个县市来参与 预计将在2月16号举行成立大会 台中市政府推动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 4年来达成110项合作提案 包含疫苗调度 交通改善 中部空评等有8成达标 为扩大推动 今年再增加新竹市 总共有8县市参与 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 要迈入崭新的新纪元 在就业上个任期当中 我们已经扩大合作 从原来的4个县市 中章 同苗 扩大为7个县市加入 那过去的4年当中 7个县市的提案量高达110项 其中大概8成左右的案子 都已经有达成 那这已经变成一个常态的合作机制 考量单一县市力量有限 加上中台湾的各项产业基础坚强 在观光文化等领域也深具潜力 卢秀燕表示 透过串联各县市互助合作 经验共享 让施政更贴近民众需求 我们都知道单一个县市的力量有限 如果大家平常可以加强团结合作跟交流的话 就可以把治理的效能扩大 服务的能量扩大 我们把这个平台再扩大一点 那再增添的生力军 包括新族市已经同意加入 那8个县市呢 我们就好像一个大家庭 牺手为市民 为县民 争取更完善的权益 解决共同的问题 8县市区域治理平台 影响人口已达700万人 占台湾人口的三分之一 等于是个大家庭 预计2月16日举行成立大会 希望平台成为常态合作机制 为民众争取完善权益 记者杨宗桓张伟林 台中采访报道